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 在8月29号的香港比特币大会上 关普总统的儿子Erik Trump 当着全场直接喊出了 比特币会涨到100万 全场的气氛瞬间点燃 支持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会后我们还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我的唯一来说是 支持比特币的超级力量 就在同样地美国是支持的 并且赴得它 比特币会在未来的一部分 我们爱比特币 然而9月刚一开始 市场就狠狠地打脸 今天是9月2号 比特币已经从8月14日的高点 12万4千美元 跌到了10万8千美元 短短的半个月下跌超过了13% 那么接下来 2025到2026年 比特币的价格到底会怎么走呢 靠喊单和瞎猜是没有意义的 真正有用的是 用一些技术指标来看趋势 在上期的视频里面 我们讲过荷兰的量化分析师 普兰B的存量增量比模型 S2F 今天我们就结合它在 8月份的最新的预测 一起来看看 比特币接下来的走势 可能会是怎么样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张图 这是普兰B提出的 著名的比特币存量增量比模型 Stock to Flow 简称S2F 灰色的阶梯线就是 模型预测的长期的走势 它的逻辑其实很简单 比特币的总量只有2100万枚 每四年减半一次 新产出的速度越来越慢 稀缺性也会越来越强 普兰B就是用这种稀缺性 来估算比特币的长期的价值区间 再看看彩色的点 它们代表的是比特币的实际的价格 颜色越偏蓝 说明离下一次减半还很远 颜色越偏红 说明快要减半了 可以看到在每一次减半之后 价格几乎都会沿着模型的轨迹 大幅走高 比如说刚刚过去的7月 比特币收盘是1.5万美元 比上个月上涨了8000美元 再装新高 这和模型的预测几乎完全吻合 普兰B还特别的强调 虽然现在有60%的人认为 到2026年底 比特币不可能涨到30万美元 但他觉得比如说30万 甚至可能会更高 因为模型给出的区间是在 25万到100万美元之间 中位数大约是在50万美元 所以30万并不是什么难事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 比特币的长期逻辑依然存在 不过这一轮牛市的节奏和过去相比 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就要看下一张图了 市场的周期图 这张图把比特币十多年的价格走势 用四种颜色分成了不同的阶段 红色代表牛市 价格快速拉升 市场充满了贪婪和乐观 黄色代表派发期 通常出现在高点附近 筹码逐渐被卖出 市场开始犹豫 绿色代表熊市 价格大幅的下跌 恐慌还有绝望的情绪最重 蓝色代表积累期 价格在底部徘徊 市场冷清 只有长期的投资者在悄悄的买入 从图上你可以直观的看到 比特币在2011年以来 就是不断的在重复这四个阶段 累积牛市派发熊市 然后又回到累积 那么现在呢 我们依然处在红色的牛市阶段 但这一次的牛市和过去相比 有两点非常明显的不同 第一呢是它更长 以前的牛市一般持续在一年左右 而这一轮你看看 已经走了一年半 而且它还在继续 第二呢它是更平缓 2013年比特币涨了100倍 17年涨了10倍 20年到21年涨了6倍 而这一次呢 到目前为止只有3倍 这说明虽然账幅不如以前那么夸张 但走势呢更加稳定 也更持续 换句话说 现在的市场并不是顶部 而是一个仍在进行当中的优势 只不过节奏和过去不同 下一张图 比特币相对强弱指数 RSI RSI听上去有点专业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市场的速度表 当RSI在50以上 说明上涨的动能更强 趋势偏向上 当RSI在50以下 说明下跌的动能更强 趋势偏向下 如果RSI冲到了80 90 这个就好比车子开的太快了 随时可能要刹车 这通常对应牛市的顶部 如果RSI掉到了30以下或更低 这个就让车子熄火停下了 往往就是熊市的底部 那它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其实很简单 通常取一个14天 作为一个周期 算出这14天里边的 平均的上涨幅度和下跌幅度 然后做一个比例换算 得到一个0到100之间的数值 所以最近账的多 RSI数值就高 最近跌的多 RSI数值就低 它不是靠感觉 而是有明确的公式的指标 更重要的是 RSI它不是比特币独有的 它是由技术分析大师 Will Wilder在1978年提出来的 最早呢 它是用在股票的市场 后来被广泛的应用在 外汇 黄金 石油 如今当然也被大量的 应用在加密市场里边 它是一个全市场通用的 经典的指标 我们再回到这张图里边 黄色的线呢 是RSI的走势 彩色的点 代表市场所处的周期 你会发现 每一轮牛市的顶点 RSI都会冲到80到90 而熊市的底部呢 RSI通常会掉到45 甚至更低 目前比特币的RSI 在72左右 这意味着什么呢 市场还正处在一个稳健的上升趋势当中 还没有到过热的区间 按照历史的经验 它可能会继续上探到75 或者是80以上 那时候才是牛市真正高潮的信号 换句话说 现在的RSI告诉我们 比特币还在牛市里边 而且还没有到最后的终点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 比特币的200周移动平均线 移动平均线其实很好理解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价格的提检报告 过去的价格总是上上下下 我们把过去的一段时间的价格 取一个平均值 划成一条更平滑的曲线 这样就能去掉短期以内的剧烈的波动 看清长期的一个趋势 在这张图里面 有两条200周的均线 黑色线200周算数平均 这个就是把过去200周的价格相加 再除以200 简单而且直观 但容易被极端的价格影响 黑色线200周的几何均线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条 更保守更稳健的长期的机械 它不像普通的平均线那样 容易被极端的价格拉高或者是压低 所以波动更小 走势更加平滑 更能反映比特币的真实的长期价格区间 这两条线就像是在市场里边的健康基准线 它们能帮我们去判断 比特币的走势是否偏离的太远 有一个很关键的现象 当这两条线开始明显的分岔 拉开距离往往意味着市场 正处在一轮强劲的牛市当中 历史当中 2013年17年2020到2021年 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而当下的走势同样表现出 均线之间正在发散 这告诉我们 比特币的上涨动能依然存在 而且趋势健康 换句话说 如果价格和这两条长期的均线 距离在不断的扩大 就说明市场处在典型的牛市特征之中 所以这张图给出的信号是比特币 目前依然还在健康的上升的趋势里边 还没有出现熊市的迹象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张图 比特币的已实现的成本价 这里边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已实现的成本价 它和市场价不一样 市场价是你在交易所里边看到的 即时的价格 而已实现的成本价 是通过链上的数据计算出来的 方法是把每一枚的比特币 最后一次转手的价格 当做它的买入成本 然后对所有的比特币取一个平均值 这样得到的就是 全市场的平均持仓成本 在图里边这个黑色的线代表 全体投资者的平均成本 蓝色线代表 两年以上长期持有者的成本 黄色线代表六个月以内 短期持有者的成本 红点代表比特币的实际价格 这几条线的相对位置非常重要 在熊市里边 比特币的价格经常会跌到 黑色的整体成本附近 甚至跌破短期的成本 那通常就是市场的底部了 在牛市里边 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结构 红点高于黄色 黄线高于蓝线 而蓝线高于黑线 也就是说实际价格高于短期成本 短期成本又高于长期的成本 最后再高于整体的成本 这个就是典型的牛市特征 而现在的情况正好符合这种结构 整体平均成本大约在5万美元左右 长期持有者的成本大约在8万多 短期持有者的成本在10万左右 市场价格在11万多 这说明无论是短期的投资者 还是长期的投资者 大多数人都处在一个盈利的状态当中 市场结构健康 没有出现熊市的警告信号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张综合的图 它是把前面所讲过的几张图 几个核心的指标都整合在了一起 在这个里边 黑色的粗线代表了200周移动的平均线 是长期趋势的底部支撑 灰色线代表了两年以上的持有者的平均成本 虚线况是减半周期内的目标价格区间 中心大约在50万美元 彩色点是比特币的价格 颜色代表RSI数值 从绿色到黄色再到红色 表示市场的动能 从冷淡走向火热 从图上可以看到 比特币的价格现在还在11万多美元 远高于长期成本和200周局限 而RSI也在健康的上升区内 这些指标组合在一起 共同说明我们依然处在一个典型的牛市环境里面 更重要的是按照减半周期的历史经验 这一轮大概会走向更高的位置 长期目标区间在25万到100万美元之间 中值呢大约在50万美元 当然价格不会是直线上涨 中间肯定会有波动和回调 从长期的趋势来看 方向依然是向上的 最后呢提醒一句 所有的模型都有偏差 但只要理解他们的逻辑 就能帮我们更好的看清它的趋势 好的 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 我个人的看法是 长期来看 比特币的逻辑确实存在 但2025到2026年 能不能真的涨到30万美元 我还是会持有一点保留的态度 不过今天节目的重点 并不是告诉你 一个确切的未来的价格 而是想让你明白 比特币的走势 不是靠喊单和运气 而是可以用数据和指标来分析的 当然这些指标和模型 只是提供一个参考 并不构成投资的建议 买入还是卖出最终的决定 永远要靠你自己来做 最重要的是 要学会用逻辑和数据去思考 而不是被市场的情绪所牵着走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加密星球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Discount社区 吃瓜群众自治社 在那里你可以和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 一起来交流 一起来探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